带南找的饭馆也难不做好吃货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的文革探店 然后咱们今天到了成阳这边 有一个非常好吃的 然后是韩国的一个传统美食 叫做酱油蟹 前咕噜不转后咕噜转 意思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大家好 加油 你好 我们来吃酱油蟹 然后这边做了很多漂亮的韩国小姐姐 咱们过去问一下什么好吃 这个好吃吗 这是人给韩国小姐姐给人介绍了好吃的东西 然后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是韩国的传统美食是吗 前面小伙伴让文革到重阳这边找好吃了 文革现在来了 在重阳的这个蔚蓝创新天地 有一个专家酱蟹 这不是套餐 我们要的是四人套餐 398块钱 然后有缩蟹 也叫花蟹 然后是这个河里的螃蟹 全都带黄的 然后有虾 生烟八菜 然后有鲍鱼 这是一个拼盘 然后这是一个套餐 这种东西原材料贵 但是这是真是地地道道 是人家的一个传统美食 然后咱们到了韩国那边小伙伴吧 就吃些什么铁板烤肉 什么寿司卷 我感觉那些东西咱这也有 但是分享酱油蟹的很少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酱蟹的 然后是追韩剧 韩剧演了一个什么 来自星星的你 有一个千颂仪 都敏君千颂仪 那个千颂仪 就特别人爱吃这个 我看我追韩剧就这么个好处 你都知道他们吃什么东西 这个为什么叫酱蟹酱蟹 它就是那种酱 它们那种特制的酱油 然后拌上果汁把它腌好了 是活蟹腌的 然后是母蟹 鲜甜吧 文革吃这个口味还行 因为这个东西在上面这种 美食当中没有可比性 我也没吃过类似的 但是它绝对是在我 一个可以打分的程度 如果可以打分的话 那老是不让文革打分 酱蟹的正宗打开方式 听到话叫满口火 然后它腌这个东西 肯定里面有什么 梨果味那种 我感觉人家 韩国朝鲜族那边 人家腌这个东西挺厉害的 你看那些冷面汤 生腌的什么辣白菜 这些东西 它们有点水平 这个酱蟹吧 有一个说法叫什么 叫偷饭贼 就是吃这个酱蟹 能特别多的吃米饭 特别特别好吃 然后看了咱们追的所有的剧 注意的这个韩剧都是 千送一也好 是谁也好 先是拿这个盖 然后放上米饭 要拌饭呀 这才是酱蟹的最灵魂的吃法 再倒上点酱汁 我看他们所有的韩国片子 都是这么吃 先吃盖 我这个米饭拌蟹的盖 足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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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 就因为这个盖 我还能再吃几碗米饭 偷饭贼 果然厉害 生的里头是 单点了一个人家楼里面 最有特色了 三文鱼盖饭 这个三文鱼好像上面浇了酱油了 然后有这个紫菜 里面是米饭 一口饭 蘸点辣根 再来上这么 45块钱啊 这个盖饭很棒啊 很赞啊 然后大家肯定看我这个衣服 比较奇怪 这前面咱们的小伙伴 在深圳的小伙伴 说给文哥设计了 后面还有图案 然后设计了一个提供事 文哥非常喜欢 也希望你们也不要给我寄东西了 真的 文哥心领了 然后这家店的地址 我已经放在我们的 小程序导航里面了 你们只要搜索 吃货导航图就能搜索到我们 你知道怎么搜吧 人家这个地方有手套 但是你知道你文哥 就白十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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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